四八高地拥有3000年的史前遗址 而在遗址中可以发现 许多以石头做成的网坠 丰富的海洋文化 要如何提升大本部落的小旅行 编织这美丽新旧的海洋文化故事之旅 是部落与工部门彼此合作 创造的更有价值的文化之旅 一级观光景点 据考古博物馆表示 四八高地在千年前 还是个距离海岸相当近的小渔村 在地震板块运动后被拉抬 成为了现在的四八高地 眼前的一片野子林当中 随地就能够发现许多渔网用的石坠 拥有如此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 让部落在推动小旅行时 具有丰富而在地特色的文化背景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不断地在进行遗址的推广 其实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既定的目标之一 那椅子它有个特色 就是椅子就是埋藏在地底下 你如果平常去的时候都看不到什么 大概就看到一些草啊 一些树而已 然后我们带这个小旅行的时候 我们可以更深刻让民众去了解到 这四八高地的它的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河海资源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网罪 那这样子可以让民众了解说 那时候生活的人生活在海边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河海资源 那怎么利用呢 我们就可以从网罪这个出土一路 去证实他们有捕鱼的行为 海洋文化的解说人员投入 是需要长期计划来培育 在文化与观光价值 以有计划性的进行推广 部落人力的资源投入 不只能够提供部落就业机会 还能够提升观光产业的竞争力 我觉得因为这个区块里面 除了我们海洋的丰富文化以外 旁边也有一个我们原住民文化的 一个部落在这里 我认为在我们工部门跟部落之间 应该审慎要去思考 推动这里带撰性的文化景点 或者文化观光的一个小旅行 我们现在在这个48高地的遗址 或周边的七星潭的小旅村 再来就隔壁的一个华东部落 事实上都会带起他们 在这个文化上面的受惠 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新的围理型的一个规划 让他们文化经济化 让他们的产业能够提升 而在这一片史前文化遗址中 以部落探寻的方式 加以包装整合 更可以让部落带来深层的 文化与教育发展 并且培育部落导览人员 发展解说经济 让观光景点更有竞争力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